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佛州奥兰多11日发生惨绝人寰的凶案,35岁男子林寨,Gary Lincey Jr.,在住宅里持枪与警方对峙21小时,最后自枪身亡,警方进入现场后赫然看到还有4名儿童被枪杀丧命,如今案件报告才出炉。 据CNN报道,当时林赛与女友发生纠纷,女友随即离开公寓并报警,控诉林赛有家暴行为,警方到场后有一名警察被林赛射伤,远警随即开枪回击,但不确定有没有射中林赛。 经过长时间的对峙屋内传出枪响,警方破门后发现林赛一具枪自杀。 然而,房间内出现更惊悚的一幕,1岁、6岁、10岁、11岁共4名小孩尘世现场,其中2名是林赛的亲生小孩,另外两个则是女友的。 经过初步调查后,警方在14日透露孩子们穿住睡衣并在卧床上死亡,应该都是在睡梦中丧命,但不知是在嫌犯与警方对峙之前还是之后,之后还会再厘清时间顺序。